今天和大家吃日式燒肉 而今天吃的就是牛角 不過這次就不是吃放題 而是吃它的午時定食 那相比起晚市 又或者相比起部分分店有的放題 就值得很多 大概都是由幾十元起 去到八幾元左右 大家最近沒得去日本 吃回一些來自日本的食物 當懷念一下 而這個牛角是我去日本 除了沙布沙布的溫野菜之外 第二間吃得最多的食肆 就因為它其實全國都有分店 而且食物質素相對穩定 有一定的信心保證 不怕會重� 而且也不貴的 那今天接近吃晚餐的時間 路過牛角 見到它午時的set 是做到五點鐘的 那又見到好像挺划算的 一於就進去試一下吧 大家看看菜單 首先就是這一類幾款燒肉 配這個湯沙律 再加多杯椰飲 和牛角飯 那大概就一百元左右 去到最貴那種和牛 二百多元都有 而另一款呢 就自選兩款肉 再配一個湯一個沙律和白飯 那都是有飲品的 那就視乎你點的肉 就由六十九元到九十五元不等 另外呢 亦都有些石窩的定食 和一些當的定食 亦都有些麵的定食 那這些大部分都是一百元內的 以牛角這類的店舖來說 其實都算挺划算的 大概我想人均是一百元左右 那我就點了一套 兩款肉 一款牛 一款豬 的定食 那就八十二元 再加一個五款牛的燒肉套 就一百三十五元 那就已經配了兩個湯 兩個沙律 兩套的燒肉 再加兩杯飲品 好了 上菜 沙律和湯都正常的 而飲品呢 它選擇都算多 那有少少比較特別的 好像是薑的汽水 又或者是乳酸的梳蛋 看下幾好樣 老實說呢 牛角的燒肉 不是算最高級 但是質素就真的有一定的保證 點都不會太差的 大家看一下我吃了些什麼 都算幾豐富 而我們點這幾種肉呢 豬肉就不錯的 那兩款的牛舌呢 都不差 不過牛舌就可能未必個個適合 而另外的三款牛肉 都正常的 牛辣肉就不錯 空腹肉 和這個堅疊肉都不錯 不過呢 掠鹽就有少少筋 只不過是 一兩塊 我炸了很久都炸不到 但是整體來說呢 其實都算不錯的 而豚肉呢 我反而覺得幾好吃 不過呢 有一點就差少少 它配了兩個飯 一個就是牛角飯 而另一個就是普通的白飯 但是呢 我略嫌白飯不夠熱 只不過是暖暖的 兩碟肉的賣相都不錯 我想如果你在 可能City Super Donkey 或者Sogo那些買呢 只是這兩碟肉 都要回我們這個餐的價錢 另外呢 都有樣東西可以改善少少的 它有熱茶給的 但是我們喝完之後 叫它加茶呢 那首先 第一個叫了之後呢 它就去了做第二件事 就沒有來到 再叫第二個 都叫了 應了 再等了一陣 它才離家的 那我都幾推介大家 試一下這個的 因為我想 如果你只是散叫這個牛肉呢 都已經要這個套餐的價錢了 那如果平時我在日本吃牛角呢 我就多數都是吃放蹄的 那感覺上其實都很不同 現在散叫Z 就會逐個逐個慢慢燒 燒得好一點慢慢吃 但如果叫放蹄呢 就通常一大堆放在爐裡燒 那就相對滿足一點 但是就可能會燒得不好 還有會有少少浪費 所以吃得多放蹄呢 吃一下這些套餐都不錯的 那唯一的缺點 就因為我們其實是當晚餐一樣吃的 那相對呢 就真的早了少少了 肉的質素呢 都不錯的 而且我叫這些套餐呢 就逐個逐個燒 就會燒得好一點 那就更加好吃了 大家想不想一百元左右 就吃到牛角呢 不妨午餐時間 或者是早少少的辦事時間 去吃這個牛角 那就可以二百多元的價錢 就吃到這個燒肉的套餐了 那早少少的時間 即是多早呢 那其實是要五點前的 那如果大家不接受那麼早的話呢 那去吃個午餐都不錯的 那另外呢 它有些凍飲呢 酒飲碗呢 它會減回來兩元的 兩個餐 總共就二百三十八個七 都算幾划 那我們大概就四點八九左右進去啦 那時候大概我想都是一半到滿了 還有一樣呢 就是他們現在限定優惠呢 消費滿二百元 就送你五十元 整個這個集團可以用的QPOT 那我都不知道呢 原來香港的牛角呢 就是屬於這個聚福流集團的 那旗下呢 都有很多日式食品的品牌 好像是幾間不同的牛角啦 另外還有我也很喜歡的溫野菜啦 還有這個牛刷鍋啦 還有當然不少的是聚福流本身的品牌啦 那兩個set都不錯的 尤其是如果說過賣相呢 就五款牛肉的石呢 就吸引一點 沒有得去日本 就吃回一些日本東西 補回素咯 大家有興趣不妨試一下